那为什么失败呢 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很多原因 有些人可能是这个努力不够 有些人可能是这一个没有人协助 或者是没有这个资源 或者是这一个方法不对 这些都很有可能 对不对 那成功也一定有原因 对吗 成功需要不需要方法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 我来这一个 第一个例子 站在这一排的这位男生 你戴眼镜的 最后第二排 你转过头那边 你站起来一下 但没有关系 站住 大家回头看他一下 可惜上面的人看不到 他在后面没有关系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从你那边 你要跑到我这里来的话 最短的路线 从你那边到 最短的路线是哪一个方向 直的方向嘛 对吧 这是最短的路线 可是未必是最快的路线 对吗 为什么 因为从你那边到我这里来的话 你看前面有多少的障碍物 有多少人挡住你 所以如果你想用快的速度 从你那边跑到我这里来的话 其实最短的路线不是最好的路线 不是最快的路线 最快的路线是 其实旁边就两个人挡住你嘛 你只要跨过这两个人的话 前面了不起三四个四五个嘛 那这一排可能是空的 你很快就能够这一个 跑到我这里来嘛 对吗 所以方向 非常的重要 我们常常在研究嘛 在这个探讨 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些新的伙伴啊 你们这些很积极的领导人啊 我想你们 请坐 给他一个掌声 鼓勵鼓勵他一下 OK 我们都很积极的 想要这个研究 然后学习 如何用这个 更快的这个方法 这个达成 这个更高的这个成就 对不对 越快越好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 从事安利事业的 领导人的这一个心态 那方法真的是 非常的这一个重要 那方向方法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每一天都在这一个研究 都在这个学习 我们如何能够 这一个用最好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能够做到这一个成功 然后甚至最好 能够做到这一个钻石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 我对高雄不熟嘛 假设我要到你家去拜访你的话 OK 那我到了车站 你觉得用什么方法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到达你的家 计程车嘛 对吗 那当然我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个自己开车 那如果我自己开车的话 我可能要这个买一个地图 对吗 那也可能会走错路 我可能要问很多人 这不是好的方法 对不对 你们可能想说 用这个 现在这个卫星导航很方便 老师讲一下 你们有用过卫星导航都知道 有时候不可靠的 我记得去年 我爸爸妈妈来台湾的时候 我带他们到这一个台中日夜 坛去这一个观光的时候 然后绕到这个山路里面去 去找一些景点 那后来这个迷路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卫星导航 然后要这个回台北 结果你知道吗 越照越远 越照越跑到这个山里面去了 到最后连这个信号都收不到了 真的 我没有骗你的 所以卫星导航老师讲一句话 有时候也不是很可靠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要到你家去 最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坐计程车 为什么 因为老师讲 计程车可能去饭店 去大的地标 大的所谓的那些办公大楼 可能计程车都知道 可是到一般的住宅 未必 其实最好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来借我 因为你最熟悉 对不对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想成功 最聪明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就是跟做成功人的脚步骤 我记得我在开始做案例事业的时候 我非常兴奋 而且运气非常好 我碰到我的这个领导人 Dr. Jerry 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两个月 几乎都挂零 那后来碰到这个Dr. Jerry的时候 他跟我分享 他这个成功的这个过程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从零做到翡翠 而且做到翡翠之后 他到欧洲去玩了一个多月 回来之后 他的业绩不止没有掉下来 反而继续的成长 我那时候我听完之后 真的非常的这个兴奋 我一直在想说 假设我能够写Dr. Jerry一样 很快的就能够成功 而且成功之后 业绩不会掉下来 各位 这是不是我每一个人都 想要追求的方法 对吗 所以我就这一个 就跟随着这个Dr. Jerry 然后他就非常热心的 当然他也真的非常专业 很这个专心的 很积极的 然后这个帮助我 然后教导我如何 这个迈向成功 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我就百分之一百的 这个追随他 我就用他的这个方法 所以很快的我也成功了 我花了八个月 我就做到DD 然后二十七个月 我也做到这个钻石 而且他的方法真的是非常好 我做到钻石之后 我的六条腿 没有一条腿 曾经掉下来过的